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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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音飙不到 低音唱不稳 中音唱一半 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我自己觉得我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那一下我会觉得 他每一关都都好了下去的准备他没想到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我每一关都觉得 哎呀 能再去下一关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可能真的是因为我太快乐了 而不时度觉得是我唱太好了 小终带着泪 对 真好 就是这样好的性格打动了很多观众的心 大家有没有看过《桌妖记2》 他在演 你们演那个很玉米的小翠 是不是 对对 虽然戏份不多 但每一个角色都非常出彩 你喜欢内地的哪一个演员 特别是女演员 其实我在香港演的电视剧都是演喜剧的比较多 对对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的话我很想去演一些爱情剧 我明白了 他以前都是演就是搞怪 逗乐 逗别人开心 但是其实每一个女生心里都有一个小公主 都希望成为爱情里面那个女主角 就是因为有个秘密了 怎么呢 你猜我几岁 你二十几吗 我 我三十二了 我没有谈过恋爱的 你渴望爱情 是不是 我给你找个男主 好不好 你随便选 那几位 还有这几位年龄更大 让我看一下谁够帅 海洋 哎呀 这鱼 哎呀 赵祥 哎呀 张晓 哎呀 张晓 长白头发了 不行 不行 就没有白头发的就小妮了 你想象一下 我们俩演爱情戏 你看多合适 我们俩只能演唐玄宗跟杨贵妃之间的旷世爱情了 你不是喜欢梁朝伟吗 你看到我会有感觉吗 有啊 你很像他 对他以前是周妖记跟梁朝伟 上次我跟你说是那个余伟文像 好 就说你这句话 今天你全都像了 你就是我的女主 我就是你的男一号 佳佳佳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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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知道我多着急吗 急死了 你没事就好 没事我就放心了 我不是叫你不要再找我了吗 我跟你说过 你 你妈不会接受我的 你懂不懂啊 你放心 我妈那边的工作我已经做好了 只要你说一个好 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我妈 你知道我生病了呀 你生多大的病我们一起去 你知不知道你是你妈的独子啊 我妈的独子 我这个病是不能再生孩子 我怎么可以跟你在一起去 你懂不懂啊 你知道我现在感受是多么的痛 你还是怎么样 我不见你呢 你还要再来加微笑 我怎么样了 我拉不过来 你听我的 我不在乎孩子 我不在乎别人 我只在乎你 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 我愿意牵着你的手 去天涯海角 没关系 你就是我的宝贝 亲爱的 你看看我 难道我是一个在乎别人的人吗 这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是 你问 为什么人家跟我说 你已经有未婚妻 如果你不是有未婚妻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啊 我跟你说我是被逼的 怎么叫被逼啊 我也不想 我想跟他在一起 但是 你想买题 哎呀 跟你说了多少次 你先跟我打个电话 你再来找我行不行 我这有事 伯母让我来找你 伯母说 咱俩那个事我还 给你做了拉条子 我还给你做了大盘鸡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我们俩不可能在一起 为什么不可能啊 因为 因为我已经有爱的人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祝你 我祝你们两个人 为你给同事 你不要再找我 佳佳 佳佳 我知道你自卑 我知道你不自信 我知道你没有 没有信心去面对我的妈妈 孙孙 你是个好女孩 相信我 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但是我真正爱的是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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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你怎么了 佳佳 人工呼吸 佳佳 人工呼吸 佳佳 人工呼吸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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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我们走吧 你活过来了 佳佳 佳 我爱你 这是一个专专业的演员 我不能掉链子 是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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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佳 你前面都很好 最后让我很失望 对啊 你怎么能最后那句话那样说 都已经讨在那赶紧叫120吗 要抢救的吗 对啊 好像是又跟着那个周星走了 那哪能那样呢 我们大陆的香港同胞咋能这样呢 但是我真的很感动 你就是不打120 你把他抱起来啊 对啊 怎么好 因为他走心 他一下子进入状况 这个很难的 真的就算是你们低估了几下 上面怎么样怎么样 也很难一下子进入角色 他马上 刚才那个状态 特别舒服 特别舒服 小佳你也配合到 就是如果让我和训宝单演 可能都很难有这个效果 就是他一直在拖着我们 其实往往我们在表演的时候 这种即兴的碰撞 是最真实的 对 假如说这一段 你们俩在开录以前 你们仨在那边对好了台词在演 肯定不是这个效果 对 他一定是不知道对方说什么 那个那种感受是最真实的 佳佳今天让我真实刮目相看 好 他是用心在演戏 比如说刚才 他让你们俩把手牵上 他走过来 他跪下了 他眼泪掉下来 所以他掉下来 那会儿我也掉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孩子 真是特别有天赋 特别会演戏 戏就是要用心去演 才能感动人 我补充一点啊 李老师 刚才在看这戏 同时我脑底在想象 小霓那个剧中母亲的形象 怎么想怎么是容嬷嬷 对 真的 就是来不及了 这么相爱的一队人 为什么不接受人家啊 妈 你干嘛非让我跟薰宝在一起啊 我觉得他也不错 真是 很难得 这两位 可能我们佳佳 还不是特别了解 一定要为你介绍 我了解 真的吗 李明基老师 你看过环珠格格吗 我就是听他那种 我要感动 听李老师的话 他自己都感动了 其实 我喜欢他 然后他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你 然后你给我 你别怕 哎呦 李明基老师要上来 容嬷嬷来了 来 哎呀 哎呀 要报告 妈 你就接受了他吧 好孩子 他很动情 可能明基老师 也要了解 他原来就是电影公司的 接线员 接电话的 接线员 然后被星探发现 就是他能演喜剧 他就开始演戏 他特别怕不被人认可 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给过我 对 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他 所以明基老师 我觉得演戏 不是说你去追求名 追求力 你必须有这方面的天赋 你才能走这条路 你有了那个天赋 你在用心 你才能够真正的走进走上这条路 是不是啊 对 就像小妮和 我们 这二位 要没有这个形象 他们要不是有那个接地气 对观众那个亲切 那个 给观众那个亲切的感觉 他们上着舞台 我们能爱他们吗 谢谢 谢谢李老师 真好 李老师是我们 格外尊敬的 对 无比热爱的表演艺术家 我再说两句 今天我来之前呢 我没有 我出来 我是比较低点的人 我从来没有跟人说 我要去上什么节目 我要上什么 我没有说过 今天我在院里头 就是走步的时候 一个老大爷走过来了 李老师 我跟您说两句话 我说您说 我跟您说 您要有机会啊 见到了朱讯和你个买笛啊 您哪 跟他们说一声 还有中央春晚那些主持人呢 您跟他们说一声 我们观众特别喜欢他们 喜欢他们 就是说他跟我们亲 老头就这么说的 我当时就掉泪了 我没想到 我今天有这个机会 在这儿把这话说出来 谢谢李老师 何德何能 我们何德何能 谢谢李老师 天哪 这身体 这身体 不要不要的 李老师 你那也82岁的人了 你稍微注意一点 李老师 李老师总是在我们想打推堂鼓 感到内心不那么坚强的时候 给我们最强大的力量和温暖 再次谢谢 我们叫李妈 再次谢谢明奇老师 爱你 今天佳佳收获很大 又流眼泪了 但是每次流眼泪 都是带着甜蜜和幸福的味道 好不好 这也是你打开我们内地的 这个演艺之门的一次机会 加油 也希望你好好把握 加油 加油 也希望你在北京能找到你的初恋 好不好 真的 让你邀请下一位